那这节课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今天的主要内容 也就是关于这个lamp 那么lamp呢 首先要明白啊 这个lamp是指什么意思 lamp呢 它只是一个缩写 它只是一个缩写 全称呢叫 Linux 加上 Apa 加上 MySQL 加上 PHP 这四个 由这四个组合成的一个英文缩写 叫lamp 那么这地方呢 有这几个图标啊 再来看一下 看这张图 第一个小企鹅 小企鹅呢 就是Linux 这个企鹅和我们桌面上 那个企鹅差的有点大啊 桌面那个企鹅有点胖 它这个呢 长的就是长条子了 然后第二个呢 是Apaq Apaq 它这个logo呢 就是一个小羽毛 那这个小羽毛呢 其实在我们安装好Apaq之后 有个默认页 那上面也有一个小羽毛 这个呢 就是指Apaq 一个鸟毛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MySQL MySQL呢 就是一个海豚 第四个呢 是PHP PHP是一个大象 由这四个组成的一种形式 叫Lamp 我们谈到Lamp Lamp一般谈的时候呢 都会和架构两个词 给它并在一起 叫Lamp架构 这个架构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组合 就是一个组合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组合 也跟大家提一下 做一个了解 LNMP LNMP分别是指 L念这个词不变 N是指N这个词 然后呢 M依然是指MySQL P P的话 你说它是PHP 严格意义上讲 有点不合理 这一块呢 我们称作为叫PHP -FPM PHP-FPM 它的作用是运营PHP 但是你不能说 它严格意义上 就是等于它们用 这里面的PHP 有点差异 两个PHP对应方式 有点不一样 这边呢 先了解一下 这边呢 就是目前比较常见的 另外一个架构 叫LNMP 还有另外一个架构 也先打个面 见个面 叫LNMP Ninux 加N是N这个词 这个地方没有变 N-N这个词 N这个词 然后呢 将谁 加上MySQL 这地方也没有变 加上PHP横线 没有横线 就PHP 就PHP 然后加上APCHE 混合组织 为什么混合组织 听一下就行了 先了解一下 因为呢 APCHE和NJX 一对比 会发现 它有优点和有缺点 那么优点缺点是什么呢 NJX处理静态液 也就是ATIME页面 效率要高于APCHE 而APCHE处理动态液面 像这个PHP JSP 它的效率要比NJX高 那既然说 它俩这个优缺点呢 这么明显 所以有的人想着说 那我能不能说 让NJX专门做这个静态液面 让APCHE专门处理动态液面呢 OK行 所以呢 就演变出了这种架构 就是NJX 它只来处理静态的 APCHE来处理动态的 所以这样来的话 各取手需嘛 这种架构的话 也是不错的 这种呢 我们称之为叫 NJX的一个代理方式 NJX的一个代理 那么后面这两种架构呢 在我们第三阶段的这个课程里面呢 都会跟大家提到 所以这两个的话 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那么目前的话 我们看这个就可以了 第一个 那么这里面Ninux呢 我们已经是用的时间比较长了 应该是相对来比较熟悉了 所以这边的话 Ninux呢 咱就不做过多的介绍 APCHE呢 看一下描述 APCHE呢 是世界使用排名第一的 web服务器软件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现在呢 是这么个情况 以后就不一定了 以后就不一定了 它几乎可以运行在 所有广泛使用的计算机平台上 由于呢 它这个跨平台性和安全性 都比较不错 所以呢 是最流行的 web服务器软件之一 APCHE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的话 在我们中国国内的市场占有的话 和NJX 基本上处于齐频状态 但是在国外不一样 国外的话使用这个 APCHE稍微多一点 因为APCHE呢 第一个呢 它出来的时间早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它是由著名的这个基金会 由著名的这个基金会去 去让这个软件 就进行这个持续的发展的 但是NJX 一个呢 它出来晚了 还有个就是NJX呢 它只是由俄罗斯的 一个公益组织去维护的 俄罗斯呢 在亚洲这一块呢 还是比较有名的 你要是去其他地方 可能有的人都没听过 也不排除有这个可能 所以NJX的话用的这个量 在外面啊 可能稍微少一点 但是在国内还是不错的 这是阿帕奇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这个PHP PHP这块呢 它的全称呢 就这个 叫Hypertext的 叫Proprocessor 叫操文本预处理器 这是PHP的一个缩写 这个缩写我们不需要去记 以后能知道它是PHP型 特别是看到这个logo 这个logo一看啊 写着PHP 那就是PHP啊 然后呢 是一种什么什么什么语言 吸收了哪些语言的特点 C语言 加码语言 Pair语言的特点 即百价之常 利于学习 使用广泛 目前的话 现在好多这个中小型企业 如果做开发的话 会首选PHP 为什么 快速开发 成本低啊 加码和其他语言就不一样了 成本要高一点了啊 所以PHP的话 一般是中小型公司呢 是首选的一个语言 然后后面的话 PHP呢 是可以编译后的代码 可以执行编译后的代码 编译可以达到加密和优化的代码运行 使代码呢 运行更快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 PHP呢 它也属于一个脚本语言的范畴 这个呢 是前面呢 做一个介绍 满色话呢 咱前面已经用过了啊 所以呢 这边呢 就不去读书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需要去做这个 浪漫环境的部署 这边部署的时候呢 我们考虑使用线上的环境 所以待会呢 我们需要去连接一下 之前已经购买好的 这个阿里云的武器